自新冠病毒爆发以来,已知全球半数人口受到封城的困扰,世界情形变得越来越紧张。 所有新闻媒体都专注于同一个主题——新冠病毒。 每一则突发新闻都让人感到困扰和恐慌,以致人深感心力憔悴,人生前途一片茫然。 每天的坏消息实在令人感到压抑和揪心,难道这饱受试炼的期间就没有一个令人振奋且欣慰的好消息吗? 好消息,何等有幸,圣经有安慰的话告诉我们,不必怕凶恶的消息。 神在他极大的怜悯和恩典里,从未停止向世人宣扬这大喜的好消息。 这是今天这个世界所不能给我们的。 基督耶稣亲临世间拯救罪人 子耶稣借着成为肉身来到世上,成为我们的救主。 他是神,成为一个人,在地上度过了33年半完全且无罪的生活。 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,担当了我们的罪,为我们受死,以致我们的罪得赦免。 如今,他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,以分赐他自己,道一切信入他,并接受他之人的灵里。 为众人预备永远的生命。 这大好的信息,不仅使人的罪得着赦免,免去永远的沉沦,更重要的是,使一切信入他的人,得着永远的生命。 接受主的祷告 亲爱的朋友,请敞开您的心,相信主耶稣,并接受他。 也请您张开口,呼求他,并向他祷告。 哦,主耶稣,我承认我是个罪人,感谢你为我死了,并且赦免我诸多的罪。 感谢你赐给我永远的生命,我现在就接受你做我的救主,求你进到我里面做我的生命。 感谢主,在你的名里祷告,阿们。